小朋友期待的感情 快點在鼓鼠的點心放在桌上前 這是技力工作為了平衡活動 連續三年發送的小點心多年 謝謝香港阿姨 送我們牛奶和點心 快點孩子滿足的笑容 工作期待所有的孩子 在學生和生長的過程當中 感受到來自各的愛和關懷 從今天開始 有在我們技場 各國中小學 發放我們的健康小點心 因為我們藝竹是一個偏鄉的地方 是我們教育部認定的偏鄉中小學 所以說在我們藝竹鄉的小朋友 在學習的路上 當然因為城鄉的差距很大 所以說在成長的過程 還有學習的道路上都會比較辛苦 在前年我們有一個儲善團體 第一年我們跟慈善團體結合 送小點心到學校給小朋友享用 快點他們滿臉的笑容 天真的笑容 滿足的樣子 真的是有感而發 所以說第二年我們公所就 因為代表會的支持 讓觀眾自己點內預算 每年我們都會到我們的各中小學 來發送這個愛心小點心 除了小點心以外 我們還有送牛腩 希望說我們藝竹鄉的小朋友 的成長過程 會接受到社會滿滿的 愛公部門滿滿的關懷 今年因為剛才避免的疫情 這麼多活動都演技還是聽班 鄉親黃仔姐有在尊小孩約定 決定在疫情專業的時候 決定在疫情專業的時間 辦理發送小點心的活動 另外考慮到疫情期間 大家的心情幾乎都受到影響 這杯也在小點心上頭 落了酒量的巧克力 希望可以安慰小孩的心 也加速到的學生 要認真學習 未來如果冷靈 就可以回饋社會 既然還沒開關懲罰 不得